我今天想喝什麼呢 我今天氣泡咖啡 西班達瓦咖啡 是彰化彎角聚落的名店之一 2023跑攤季 就在此匯集了 十二位藝術家的精華作品 聽說有六十年的老房子 妳的作品還悬掛在空中 是 這個作品是老窗戶 老窗花的這樣的一個視覺 對 然後因為這邊是老房子 所以發想也是來自就是 這邊有很多木頭 木座 或者是鐵窗 鐵窗花這樣的符號 光明出來了 好漂亮喔 對 就是映照 然後這一幅作品 其實也是根據這樣的空間 去做懸吊跟授機 對 這兩個顏色去沉疊 對 然後這個藍色也是透光的藍色 疊到第一個顏色的一半 對 當兩個顏色去沉疊以後 它就會出現一個中間的色 妳可以比較幾何圖形 比較銳利的線條去採 然後我會成紅色 把那個顏色拿起來 可以用這樣的方法去拼貼出 任何你想圖構的一個形狀這樣 譬如說綠色 然後要搭配顏色這樣 就像畫畫一樣 去採出枝條的一些形狀這樣 這個卡點西的就是 它會有不同的顏色 所以透過光影效果 就可以呈現不同的顏色的光 我甚至可以轉動它 可以… 可以更換製它的圖形 彎角聚落有加藍圈手作 手工皮革是它的專長 這樣我們就結合台灣的一些客家庫啊 跟… 跟皮革來做結合 然後要做成手作法 你聽說是明太太做的 對… 也可以結合編織 來做成這個小杯墊 我感覺上好像沒有看到 花的顏色的感覺 但是我看到桃片 是不是 對… 這是妳燒的桃 對 然後其實隱隱約約看的話 是看得到一些花的牙紋的 然後這是蘭花 下面就是桃板 然後上面這層比較有趣的是 它其實是板花 這上面的影像是我在彰化 甜味那邊拍攝的一些花 甜味 對… 因為它那邊就是種植很多花 所以我就是… 所以它就是花 一圈一圈就是花 就是用這個 這支桿子來帶動糖黃 彈黃帶動火塞 然後加壓來吃 那口感 這個製作的原理不同 但口感會不一樣嗎 對…不一樣 就是會帶甜感 口感比較滑順 咖啡館老闆阿正跟長輩種過甜 待過工廠 做過商業攝影 熱情很快就被工作消耗掉 很多人說開電視 可以當作一個嗜好 不是要以此為生很困難 是真的嗎 是真的 對…就是當他 要利用他來賺錢的時候 就不會賺錢 對…但我現在是把它當興趣來維持 那一樣有興趣的人 就會一直聚集過來 會幫助我成長 藝術家王正偉的裝置染瘦 在老屋頂樓孤獨著 塑膠變種的一種異物這樣子 對 所以它是一個不好的東西就對了 其實我這一件是講的是 我們的環境都已經被塑膠的物質 所感染或是所侵害的這個 烤灘其實就是台語的糟湯 那糟湯其實就是我們用年輕人的話語來講 其實就是我們記憶中的那種串門 它命名就是這個 你們要怎麼樣讓一般的民眾去觀賞它 所謂的裝置藝術它並不是那麼高高在上 這裡連咖啡店裡也有藝術品 圖像的或裝置藝術 2023跑攤季也有小型戶外創作 陳兆彤的陽光空氣水 小葡萄在空中等候著風吹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 我們下載TV 我們下載TV